欢迎进入环球娱乐通环节 稍微对财经有些认识的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 非劳动收入 非劳动收入 顾名思义就是不用劳动也能够得到的收入 不劳而获的东西多少人梦寐以求 而今天我们就要给你介绍一个非劳动收入的好例子 就看看能不能够给你一些启发了 主角是谁呢 主角就是哈利波特的作家JK罗林 即便是哈利波特系列早已是告一段落了 他现在还是能够靠这个小说收这个版权费 卖这个周边产品简直是赚到笑了 举一个例子 最近有一张不起眼的椅子就要出现在拍卖桌上 是 这张椅子虽然是不起眼可是大有来头 因为JK罗林当年就是坐在这一张椅子上 写出了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小说系列 而这个拍卖行预计至少能够卖到6万英镑这个价码 一张椅子还算是小钱了 下来要带大家看的是更大的东西 看过你就明白为什么JK罗林能够成为福布斯 艺人排行榜的百大富豪之一 哈利波特魔法学校突然变成了移动城堡 从英伦来到了美国加州 这里除了有哈利波特电影里出现过的场景和道具 最有趣的还是入夜时分 城堡外会有荧光特效 十足魔法城堡完全是切合了哈利波特粉丝的胃口 NIDUK imo,我们一直指定是正与不正的 商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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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商店 我们都要做了 加密 Oyнюks商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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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店 方的古代表是非常有史上的 叫做是一样这个地方 中藏它是经过一样的试图的 海亚军下的存在 东西 这一个坐落在好莱坞环球电影城里的主题公园 是环球电影公司今年主打的项目 2014年的数据显示 电影城吸引了680万名游客到访 赚进了1700万美元的收入 环球电影公司统计 哈利波特主题公园开张之后 游客人数还会上涨10% 330万美元的收入不在话下 主题公园的收入分红 哈利波特4亿5000万本小说的销量 还有电影和周边产品的版权收入 这一连串的非劳动收入早已经是一笔天文数字 所以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家JK罗林 怎么可能不赚到盆满钵满呢 430万美元的收入 Ahh j 430万美元的收入 口中